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在我今天要吃的东西的店里面了 然后我今天要吃的是一家长沙连锁卤味店 叫做盛香亭 你们听过吗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听过 它最近在珠海开了嘛 然后就刷爆了我整个小红薯 整个大众的听名 所以我今天就等下来试一下 因为我一直很想去长沙 但是就没有机会去嘛 所以就想说既然去不了长沙 那我也要吃一下长沙连锁的餐厅 有长沙的小伙伴出过家的店吗 觉得好吃吗 是不是真的传闻中的说非常有名非常好吃呢 可以弹幕告诉我一下 点了一个他们家招牌卤面12块钱 然后还点了一个他们家小鸡爪 还有他们家的一个小食组合 是的 其实我本来想点虾花 但是我怕我吃不完 所以就先点着吧好吗 如果待会不够的话再点 整家店都是一股非常浓郁的卤香味 还有那种辣椒的味道 好期待 我今天刘海长长了 所以我变成中分了 我发现好像中分显得我脸没那么圆 就是脸大虽然是脸大 可是因为中分好像 修饰一下脸型吗 我也不懂 现在是下午三点多 我平时每次出来拍餐店的话 都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 因为我从澳门过来的话就会需要一个小时 因为我从澳门过来的话就会需要一个小时 从我家到这边需要一个小时 其实组合里面有牛肉丸银银蛋和卤豆干什么的吧 这个是他们家招牌鸡爪 对都红通通的有没有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冰粉 这是他们的卤面 然后这是萝卜干香菜花生碎什么的 感觉应该蛮香的 哇 他们在冰粉上面有 也是一些山楂什么的 好吃 今天我们的第一口 啊 香菜掉了 我好辣 我点 我好辣 我点的是中辣的 哇 好辣 他们叫我水吗 我的天 辣 但是很好吃很够味 这个味道很重 那个辣椒的味还有蒜香的味 还有那个香菜啊什么的 你们看 嗯 哇 这菜辣了 真的很好吃 它这种是新式卤味吧 还是长沙特有卤味 我也不知道了 满满的蒜 我非常喜欢 还有 安全蛋 然后这下面是啥 是啥 卤豆干是吗 哇 好多哦 说卤豆干还有什么 还有鱼豆腐 它的味道 就是卤香味 然后加各种小料的味道 这豆干是不是 这豆干好吃 你们看 我以为是那种很扎实的豆干 结果它是那种 就是中间有空气的 它就吸满了那个卤水的味道 哇 好吃 这个还不错 安纯淡 这么多颗 我今天要打固成飙升 加面里好吃 好想配米饭 米饭又上线了 这个是 鸟肉丸 好想配米饭 早上买杯奶茶来配一下 有点渴 卤的是挺烂的 然后也是一些蒜什么的 但是它们家的鸡爪 有一点不好 就是没有给它美饭 试一下 炖很烂 不错 这个好吃 很重口味 全部 看这个好吃这个 这鸡爪好吃的这个 全场最佳应该是这个鸡爪 会来第二次 它一下子在猪海开了很多家店 所以这家店在长沙也很火嘛 有长沙小伙伴吗 不过我之前吃那种乳味店 就是台式乳味比较多 你没有吃过那个鲁爪加热乳味吗 应该是厦门的小伙伴应该吃过 然后现在都改了 就是台式乳味 就是有那种乳汁的 然后有点甜甜的感觉 那也很好吃 好辣 如果我觉得啰嗦乳味的话 下张全的小伙伴 应该都很熟悉的就是 红赖鸡爪 对吧 好辣 我不爱吃葡萄干 每个人路过我都要看我一眼 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但是还是有时候还是会不习惯 满满香菜我的爱 好辣 好吃 我本场接我姐一起来吃 可是我姐不吃啦 多么寂寞 如果他们叫米饭就好了 可以 这个什么 盛香亭的老板 看到我视频的话 麻烦添加一下米饭好吗 连锁老板 卤味配米饭 不是非常完美的视频吗 对吧 我一般都下酒是不是 哇好多萝卜干 其实我突然觉得 住在珠海好像也不错 是 物价低 东西也多 什么都有 我觉得珠海就是跟县门差不多 是那种节奏比较慢的程式 嗯 这种节奏比较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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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哈喽 我现在全部吃饱了 挺好吃的 它的萝卜干香菜都是我很喜欢的 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鸡爪 但是后面我发现这个鸡爪 其实肉不够多 每个都很瘦 对 但是味道是不错啦 然后这个卤面也挺好吃的 好啦 我现在吃饱了 非常开心 那我们今天 探店视频就到这边结束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不知道下期要吃什么 拜拜